今天老刀在这个炒面里面添加了一位神秘的调料 就是猪油 看到吗 这个东西 那我们的炒面 很多的朋友喜欢用猪油直接来炒 其实老刀不建议大家这样子来做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样子来炒的时候 他很难把这个面炒得均匀 这样子他就会出现那种重熟度不一致的一个状态 今天老刀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把这个面和猪油先放到蒸锅里面去蒸一下 这个蒸面的时候也有一个讲究 那这个水一定要开 水开了以后我们把剔布摆到蒸剔当中去 直接把面粉倒到剔布上 这个面粉摊得均匀一点 让它厚度相似 然后把我们的猪油放下去 今天我们的面粉呢 大约用到了500克 猪油呢 我们用到了50克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大火把它蒸20分钟 看到吗 这个蒸面呢 把猪油放进去蒸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面粉呢 会把这个猪油吸收掉 那我们最后在炒面的时候呢 这个猪油和面粉会非常均匀地混合到一起 时间到我们的面粉呢 已经蒸好了 这个猪油呢 融化以后啊 它就会被这个面粉呢 吸收掉 那有一些女士朋友呢 她特别说 这个油含量太高了 热量很高 它会不会让我长胖呢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猪油给它省略掉 直接蒸面粉就行 直接炒面 我们呢 给它换一个锅 然后呢 把我们的面粉呢 给它炒一炒 这个才叫蒸面啊 炒完了以后才能叫炒面 那我们炒面的时候呢 这个火力啊 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啊 用中小火的火力啊 如果您是电桃炉的话呢 600到800瓦的火力 如果您是燃气灶的话呢 那个外环火那个圈刚刚着 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面团呢 轻轻地给它打散 慢慢地炒啊 这个炒面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偷懒啊 要翻炒和碾压相结合 我们在超市里呢 平时也能够见到这个油茶的销售 但是呢 它的价格可是售价不菲啊 几十甚至几百的这样一个价格啊 那么作为我们在家庭呢 其实很简单啊 500克面 也就是几块钱的这样一个成本啊 我们不需要添加额外的一些添加剂在里边 而且呢 我们喜欢吃糖的呢 我们可以放点糖 不能吃糖的呢 我们可以稍微地放点盐 让它做成咸口的都OK 但是我们买回来那个 你想再去调整就很难了 大家看我们的油茶面呢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泛着黄的这种面粉了 而且呢 比较的松 比较的散啊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油茶面呢 就已经炒好了啊 先不要把它放到那个密闭的罐子里面去啊 先让它自己的冷却 因为这个油茶面呢 它炒完了以后 它会有一些温度啊 当这些温度的存在的时候呢 它面粉当中的水分呢 它会自己的再往外释放掉一些啊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炒好的这个油茶面呢 放到一个密闭的容器当中 常温保存就好了 它不坏的啊 你放一个月也没问题 油茶面呢 我们炒好了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油茶面以后呢 我们在家里吃早餐的时候 就不用再发愁了 我们把这个油茶面呢 放到小碗当中 大约呢 也就是三四勺的一个量啊 然后呢 我们往这个油茶当中呢 放点糖 大约呢 我们就放上一勺半左右的糖 就可以了 用一点温开水啊 五六十度的水就可以了 轻轻地加进去搅拌一下 把这个油茶呢 活成糊状 不要太稀就好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用到开水了 一边加开水 一边呢 给它搅拌 让这个所有的油茶呢 能够均匀地受热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着急 我们可以用开水呢 直接慢慢地来调拌 但是这样子呢 它直接就抱成团了啊 它就形成了那种油茶的面疙瘩啊 那样吃起来的口感呢 就不是太美了 哎 看看 就这个厚度 好 那就可以了啊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喝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要给大家做一些撒料啊 撒到我们的油茶上面去 那我们呢 可以给它撒一些松子仁 放到表面啊 看我们的油茶呢 因为它的糊化度非常的好啊 所以说这些干果仁呢 就会在这个油茶的表面啊 核桃仁 核桃杆 然后呢 我们的瓜子仁放下来 这种细小的这种颗粒呢 比较符合我们油茶的需要啊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果丹皮放下来啊 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来开胃的 它会帮助我们呢 健胃消食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 早餐起来没有胃口啊 这个果丹皮呢 就非常非常的有用了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撒到它的表面 而不是把它和起来呢 如果我们把这些干果类的 放到这个油茶里边去 直接去冲泡的话 它就会回软 没有那么酥脆了 如果我们把它撒到表面呢 哎 你吃起来的时候呢 还会有这种干果的香气 果腐呢 韧劲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果丹皮呢 还是比较Q的啊 来我们尝一尝 吃的时候呢 也是有讲究啊 我们是要做一个讲究人 吃的时候呢 我们从撒料的一端开始吃 先吃一口 嗯 太有开胃 太有食欲了啊 包括我们的这些干果呢 在你的嘴里嚼的时候 哎 咯吱咯吱的 越嚼越香啊 真的不错 这个油茶的绵密 还有我们干果的这种酥香 啊 搭配的香得一张啊 甜度呢 也恰恰好 希望大家呢 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 调节一下我们的糖的用量 包括你平时喜欢吃红糖的话 可以放点红糖 好